北京时间9月12日 备受关注的全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落幕 奥运冠军全红禅陈雨希、张佳琪以及任倩 再次迎来了一场巅峰对决 最终全红禅依靠第五跳三个十分的表现逆袭 一共五个十分拿下冠军 成为全运会双金王 作为全运会上最受关注的选手之一 全红禅没有让人失望 夺金之后教练亲切地摸她的头 而她的粉丝激动落泪 本次全运会从团体到单人比赛预赛 半决赛、决赛 全红禅就没有输过 一直是第一名 而且动不动就拿十分 不给对手活路 中国的跳水迷们也终于在家门口 欣赏到了奥运冠军全红禅的实力 可以说来到现场的观众 很多人就是为了全红禅而来 本次全运会四位奥运冠军齐聚一堂 从团体赛到个人赛 这几人已交手多次 此番全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才是焦点中的焦点 第一轮 全红禅 陈雨昕 张佳琪 以及任茜 集体跳难度系数3.0的107B 结果四人的表现都比较稳定 全红禅 陈雨昕 张佳琪 都是81分 任茜拿下了76.50分 第二轮 全红禅 陈雨昕 张佳琪 以及任茜 集体跳难度系数3.2的407C 表现最好的是陈雨昕 跳出了86.40分 任茜 拿下81.60 全红禅 张佳琪 拿下80分 关键的第三轮 之前连续在难度系数3.3的207C失误的张佳琪 再次倒在了这个动作 跳出了66分 失去了竞争力 全红禅在207C也是挑战 因为水花非常大 她得到了74.25分 任茜则在207C跳出了77.55分 陈雨昕在第三跳选择难度系数3.3的626C 表现接近完美 拿到87.45分 确立领先 这一轮结束 全红禅 张佳琪被拉开分叉 陈雨昕第一 领先全红禅差不多19分 而全红禅跌到了第三 场面上处于落后 全红禅看起来有些沮丧 相比昨天在半决赛中出现小失误 教练何维仪上演的责怪眼神杀应对 在决赛中何维仪又有了改变 看到全红禅连续出现失误 何维仪并没有责怪 反而是先为全红禅鼓掌鼓励 随后何维仪来到全红禅的身边 耐心地和全红禅分析此前出现瑕疵的原因 以及应对的办法 显然何维仪的应对方式 还是对于全红禅非常有效果的 严厉的恩师给出的鼓励 也让全红禅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情 特别是何维仪鼓励全红禅放开跳的言语 让全红禅的状态恢复过来 第四轮的比赛最为精彩 在这一轮陈宇希意外的没有发挥好 总体得分不是很好 她在空中的时候打开稍微高了一些 然后入水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 最终只得到了72.60分 这给了全红禅巨大的机会 果不其然全红禅不负众望 满分来了 七个裁判三个打了十分 单挑92.80分 完成了反超来到了第一位 全红禅总分328.05分 陈宇希第二 327.45分 此时两人差距不到一分 一跳逆转了19分 不得不说全红禅真的是大心脏选手 越到关键时刻越给力 全红禅也非常开心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状态正在回归 毕竟完成逆转的情况下 换做谁都比较兴奋 反观陈宇希 她看到全红禅完美一跳 直接绝望了 整体压力显得非常大 何教练看到弟子发挥得如此完美 也是走过来摸摸她的头 笑得非常开心 有趣的是 在反超陈宇希之后 全红禅低着头小声对教练说 追回来了 教练一下子没听着 他摸着全红禅的头 弯腰又听了一遍 随后说道 好 对 就是要追回来 当然 比赛还没有结束 所有选手还剩下最后一条 第五轮 随着任欠最后一跳得到73.6分 也就此 力压张家琪 至少锁定一枚奖牌 陈宇希最后一跳 仅得到72分 如此一来 她基本无缘冠军了 全红禅最后一跳获得两个十分 再度标出91.2分 总分419.25分 拿下了这枚金牌 陈宇希399.45分 获得银牌 任欠389.25 拿到铜牌 整体来说 全红禅还是更强大 尤其是心理素质 而陈宇希原有机会夺冠的 但自己最后两跳出现了失误 事实上第四跳被全红禅反超后 陈宇希的心态已经不稳了 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 全红禅的调整能力和抗压能力有多强 哪怕是还剩下两轮的情况下 处于第三 落后接近20分 但依旧稳住自己的心态 平稳地发挥 而且是越来越好的状态 14岁的全红禅展现出了 与自身年龄不符合的冷静和大心脏 相比起陈宇希张家琪 包括任欠等世界冠军 他们在压力下或多或少的都有失误 而一旦有失误 就会被全红禅抓住机会 所以不得不说全红禅的发挥确实太强了 纵有小失误但瑕不言语 尤其是在奥运会夺冠之后 全红禅参加的两个项目再度折贵 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 值得一提的是全红禅的天赋固然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吃苦耐劳 据全红禅在广东队的主管教练何维仪透露 她是整个广东队练得最刻苦的运动员 别看她年纪小正是玩乐的年纪 但是对于跳水这件事非常认真 也很投入和钻研 经常都是她找教练要加练 要教练盯紧自己的每一个动作细节 反复精雕细刻 这才是全红禅练就一身过硬技术 在奥运会上创造水花消失术的重要原因 而在采访中全红禅的同乡师姐吴春廷也表示 全红禅是吧 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天才的标签 但是你不能否定她在背地里 比我们其实付出了更多倍的努力 鲜花掌声面前 你在背后永远看不到她有多努力 去为了成为现在的她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只有14岁的小姑娘 日常训练量就能明白 成功的背后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据相关媒体的消息 全红禅的私人训练量曝光了 看完这些数字 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孩子 每天翻绳200次 飞250次 有技能200次 摸300次 蹦床400次 功能扩展N次 虽然我们与专业运动员不能比 但是看看我们平时对待健身时的态度就能明白 这样的毅力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大 何况全红禅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最重要的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全年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全红禅的成功 真不是偶然 夺金之后 全红禅很淡定 第一时间看自己的技术动作回方 教练很开心 过来跟禅妹庆祝上演了摸头沙 连央视解说都说 何教练就像看着自己的女儿一样 虽然再次输给了全红禅 不过陈宇希并没有感觉到沮丧 在赛后 她先是和获得铜牌的认欠 拥抱在一起 紧接着 干到全红禅后 两人同样紧紧拥抱 随后张家琪也过来了 她也跟全红禅抱在一起 虽然张家琪决赛发挥一般 只拿到第四名 不过看得出她和陈宇希 真的是打心底 佩服全红禅 并祝福她拿下这个冠军 尽管全红禅年纪最小 但陈宇希和张家琪 作为姐姐却非常照顾她 北上广三小之私底下关系极好 比赛中也处于良性竞争 这样的亲密关系着实令人羡慕 颁奖仪式上 冠亚季军登场 同样上场的还有教练 这点和世界大赛不同 最终三个运动员和三个教练一起合影 由于是自拍 全红禅身高有限 她垫起脚 希望自己出现在镜头中 最终六个人开开心心下台 对于全红禅来说 她再次证明了自己 奥运会后结束 基本没有时间备战全运会 但全红禅依旧表现出色 拿到两枚金牌 未来全红禅的人气还会水涨船高 她有实力 并且只有14岁 未来更加让人期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